不给汤就捣蛋 为了迎接万圣捷 华林市公主和北宾社区发展协会 在远多百货前广场 举办了妖怪市集变装party 小朋友们穿上爸爸妈妈 精心准备的道具衣服 上台走秀摆pose 样子相当的可爱 现场还有妖怪市集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浓浓的万圣捷气氛 小朋友们在爸爸妈妈的精心打扮之下 变成了各种可爱的小怪走秀 有小魔女 蜘蛛人 木乃伊 小公主 吸血鬼 小蝙蝠 还有鬼灭之刃的角色 中国童话里的挪炸等等 在这场活动中统统都现身了 这是施工所和北宾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远多百货共同举办的 妖怪市集变装party 以前徐子邦议员长期来 一直有在做万圣节这样的亲子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结合了 我们花莲市立幼儿园 然后还有华盛顿学院的小朋友 我们现场将近快两百个小朋友来走秀 那希望可以让这样好的活动可以延续下去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活动都取消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亲子活动可以持续搬下去 那也让我们万圣节的气氛能够感染大家 让大家可以忘掉疫情的痛苦 然后让我们在现场是非常欢乐的 大力支持这项活动的县远魏家宴也表示 未来应该要多举办各式活动 让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参加 因为我们知道疫情其实已经两年了 那小朋友多半都是在关在家里 那其实长期以来 北宾发展协会跟我们华盛顿学院 都一直有在办这样的活动 万圣节的活动 那也停滞了两年 那也希望说未来在疫情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之下 也希望说孩子们可以出来走一走 然后学习更多不一样的事物 那再过一阵子就是西洋的万圣节了 也希望说让孩子们能够了解 那也出来让孩子们出来玩一玩 然后跟我们其他的小孩子交流交流 市长魏家贤特别为小朋友们交要打气 并且和现场贵宾们一起发送糖果 搭配现场的妖怪市集 让花莲市民感受到浓浓的万圣节气氛 这里会幻视报道